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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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5月5日 立下 立下是中国24节势之一的东西 告诉我们 夏天来到了 夏天来到了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?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 一 接着这个5月 应该最好就是稍微干旱一下 农作物 那就会好些 因为已经落了种子下去了 之前的3、4月清明雨 清明时就雨纷纷 落多了些水 泥土多些是雨水 已经湿润了 落些种子下去之后 就会发芽 千万不要现在太多水 太多水就会浸死它 太多水就会浸死它 赤是水 再火烤